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以及朋友们平安 今天要和各位一同谈到的事有关于 基督信仰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圣礼 叫做受洗和圣禅 我其实在过去常常和大家来报告说 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仪式化的宗教 不是我们行里如意就有什么结果 那个是从人自己所造的宗教里面 常常所喜欢走的路线 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不是 我们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不是用某一种仪式化就可以把它限制住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讯息里面给我们看见 当他跟撒玛利亚夫人对话的时候 那个夫人问他说 我们敬拜是在撒玛利亚的基地新山上的圣殿呢 还是在耶路撒冷你们的圣殿呢 主耶稣说都不是 敬拜神是要与心灵和诚实 其实这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当你和真神之间有互动的时候 不是借着人的一些方式或者仪式来建立那个关系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讲 那为什么基督的信仰里面 众教会都遵行这两个圣礼 受洗和圣禅呢 那么今天要和各位一同来谈 这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谈受洗的这个部分 我有的时候也碰到一些基督徒就告诉我说 罗马书里面不是讲吗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你就得救了嘛 得救就好了嘛 为什么还一定要受洗呢 有些人对受洗有很大的排斥 那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看见 刚刚那节经文是对的 口里认耶稣为主 什么叫为主呢 就是祂就是你生命的主 什么叫生命的主呢 祂吩咐的你造的作 那么现在就问所有的基督徒 主耶稣有没有吩咐我们要受洗呢 有啊 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 那边提到说 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有嘛 有这样约定嘛 你既然口里称祂为主了 祂有这样约定呢 我们有什么能力或者有什么立场 我们说你讲你的我做我的 我觉得不需要 我觉得得救就好了 我不需要受洗 那我们不是越过了神经吗 所以受洗是主耶稣的吩咐 所以你如果能行你就做 当然你说受洗是不是得救唯一的一个 或者是充分必要的条件 圣经上倒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那其实只说你的受洗跟信心是要有关联的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你譬如说 与耶稣同丁十字架的那一位强盗 主耶稣说 今日我与你同在乐园里 那个人显然跟神是有一个得救的关系的 但是他没有机会受洗啊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年长的一些朋友 到了最后重病了在床上 我们去跟他传福音 最后他信主了 他没有机会受洗被主接去了 那你说他有没有得救呢 我们相信他是得救的 这就是说我们不是被一个仪式所限制住 神允许 但是当你的条件可以 你的处境可以的时候 那为什么主耶稣所吩咐的你不做呢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 既然主耶稣有这样吩咐 我们就照着去做 那么受洗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反对把一个神所定规的一个要我们纪念祂的 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表彰那个儿事形式化 其实就是要知道说你要知道为什么受洗 今天有的人认为说受洗就得救了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哎呀我就OK了 有人说受洗加了给上天堂那我就受洗 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 反正就是到教堂的水里面泡一泡 人家讲说你要信耶稣他就信吧 那个这种这种关系上的随便跟疏离 这种受洗是没有意义的 神是无所不知的 难道我们要这样子来愚弄我们的神吗 我们以前也看见有一些人 要在教会里面结婚 不信神但是教会很深重 喜欢在教堂里面结婚 教堂结婚牧师会说 那我们教堂是为基督徒预备的 那你不是基督徒我怎么为你证婚呢 那要怎么样变成基督徒呢 那你要受洗 受洗简单嘛 那就到水里面去打 这样子的受洗 在神的面前 在真神的面前 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根本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受洗 因此我们如果从圣经整体的一个介绍里面来看 受洗要很清楚的 既然是主耶稣吩咐的 那么受洗是什么意思呢 受洗是很清楚的一个 对于世人也好 对于整个宇宙之间 从神那里灵界开始到我们的这个人世间也一样 或者说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周围的心目环面前 都是一个公开的宣告 宣告什么呢 借着洗礼的仪式进入水中 然后从水里面出来 表达我们与主同死 然后与主同复活 借着一个眼睛可以看见的 你自己也可以很清楚的感受的 这一个动作 预表与主同死同活 这是一个得救的意思 什么叫得救 得救不是说我生病了把我医好了 我破产了把我治好 得救 圣经怎么样 得救是什么叫圣经中的救赎呢 出黑暗入光明 彼得书信里面讲说 叫我们宣扬那 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换句话说 得救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那我们生命为什么要改变呢 因为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活在黑暗里面 行事为人没有神的时候自我为中心 现在信耶稣了 祂成为我生命的主了 我的行事为人不再是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就可以 也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潮流怎么讲我就怎么做 而是圣经怎么吩咐我怎么做 所以这是一个出黑暗 进到属灵的原则里面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在受洗里面表达了这一个现象 就是我进到水里面好像我过去一样 与这个玉祖同死 然后呢不是一直在水里面 我又起来了 这个起来代表什么 从今以后我是按着属灵的原则活 好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 用着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 带领我活在今世走在神的光中 所以受洗它这个意思 为什么基督的信仰里面 仍然维持着一个胜利呢 这个胜利有很重要的提醒的工作 启示的工作 而且这个胜利最理想的状况 为什么要坐在众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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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宣告 天地之间 在神人之间 也在那个恶者之间 做一个宣告 从今以后 我不再活在自己里面 也不在那个世界王的统治之下 我进到救主耶稣爱主的国度里面去了 这是一个宣告 我不再做罪的奴仆 我如今成为神的儿女了 这是一个宣告的过程 公开来做 当然有它的价值嘛 当然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某些场合里面 有一些人有他个人的一些软弱 他信主了 信心不是那么坚强 他信主了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所以他有时候要求说 我也想受洗 我也想做 可是能不能够不要公开 我们私下来受洗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不理想 但是呢 为了体贴 也迁就人的软弱 在你刚刚信主的初步阶段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子勉强的配合 但是我们盼望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定 属失对你的压力 对你的这些限制局限 你能够越来靠主能够胜过 以至于你更公开的在神面前 承认你是神的儿女 那才是一个终极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从处境里面去了解这个状况 不理想 也不是一个合适的 但是 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连信心都没有了 对主的信仰都没有了 不需要 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 他也是一步步往前进步的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对于这些少数的个案 采取一个目前暂时接受的方式 但是不要以为那是因为往前走 所以你看见 受洗有这么多的一些的背景要去了解 这就好像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 在布道会传福音的时候 你有没有传得很清楚啊 你如果传不清楚 人对于福音不清楚 他以为他得救了 其实没有 今天有些布道会 你要不要神的爱啊 你的婚姻要不要被解决啊 你要不要上帝赐福你啊 要的人到前面来 大家都来了 哦 这些人都得救了 这些人都觉知了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上的接受者啊 谁都需要爱 但是你有没有告诉他怎么得到爱呢 得到了爱的方法 第一个你要承认宇宙真有独一的真神 不是哪一个神灵我就拜哪一个 不是独一的真神 第二个你有没有告诉他说 我今天若失去很多束缚 是因为我有罪 而且靠着我自己没办法胜过罪 也不是靠功德来交换 不是 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有罪 并且接受 神为我预备的救恩 祂儿子为我成就的救恩 用信心来回应 这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啊 你要明白了 你接受了 这才是真正得救嘛 如果我们福音传的不清楚 别人就不清楚 同样的 在受洗的这件事情上面 也有这个现象 如果我们对于受洗 讲得不清不楚 好像一个哨法拿来 把这个水沾一沾 然后所有人 所有被水点到的人 通通都是已经受洗了 这样子的讲法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他根本不明白 为什么要受洗 他以为那个水点到我了 圣水来了 我就得救了 把我们的神仪式化 把我们的神偶像化 这不对 所以在曙光教会 每一位受洗的人 我一定要跟他谈话 一定要让他明白 确认他对于我们信仰的接受 他在我面前要很清楚的表达 承认宇宙有位真神 他是个罪者 靠自己无法得救 愿意接受耶稣做祂生命的主 并且从今以后愿意按着圣经的原则 成为他行事为人的标准 我就为他受洗 要很清楚的 不是马马虎虎随便便耶 今天有的时候教会也有一种盲点 哎呀受洗的时候人不多 那怎么找些朋友来 大家捧个人场 我过去就看见 有一位弟兄跑来跟我讲说 克牧师啊我想要再受洗 我说你为什么要再受洗呢 他说因为我第一次受洗 我自己也觉得怪怪的 我为什么怪怪的呢 他说因为我去参加一个 我的朋友的受洗的仪式 结果那天受洗的人不多 只有两三个 大家觉得不好看 教会里面的执事就是说 哎呀这个场面不好看 大家帮干嘛嘛 那我心里想 朋友什么难处我都帮了 就这个捧个人场有什么困难呢 我也当天报名受洗 这个就受洗了 教会也就给他受洗了 他自己觉得怪怪的 后来问我说 那克牧师我需要再受洗吗 我说你不是需要再受洗 你需要的是受洗 因为你第一次不是受洗 你第一次只是到水里泡了一下 那个完全不是受洗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 我们需要把一些真理 传讲的清楚 人才明白 就像我刚刚讲 福音传的不清楚 他以为他得救了 其实他没有得救 他没有尊主为大 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 他只是希望爱 只是希望他的困难被解决 希望耶稣来解决他的问题 这怎么叫得救呢 这两个之间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 在这个受洗这件事情上面 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明白 要教导认清 如果他不清楚不要急 先把福音传清楚 让他清楚明白受洗的意义之后 再来受洗 当然受洗我们还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要是点水里 还是敬里 还是各种情况 我想教会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一定要在活水里面 那有人讲说 教会的那个水池里面还不够 要在那个自然的天然的户外到西边 那到海边 那有人讲是不是一定要到约旦河去受洗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掌握住了受洗的意义 这些外在的这些作为 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才能遵守 今天我们当然如果你用敬礼的方式 敬到水里面再起来的方式 比较让当事人 更清楚的感受与主同死同复活 你说我身体很软弱 或者我们中间有一些姊妹 他们生理上有一些不方便的时候 你一定要他尽力不合适 那时候点水里 他只要很清楚的明白受洗的意义 我相信主也知道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也就不会受制于这些次要的这些事件 而影响到我们对主要真理的了解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们来看 至于说还有人提到是不是为婴儿受洗 本质上我对这样的事情 不是那么的肯定 也不是那样的认同 因为我觉得受洗的当事人 必须要很清楚你为什么要受洗 婴儿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就替他受洗 有的人讲法 这样就把他的原罪洗掉了 圣经没有这样的根据 原罪怎么可能是因为水就把它洗掉呢 怎么可能因为父母亲愿意这样做 就可以把孩子的罪洗掉呢 这种是属于一种好像 那个是可以用传承的方式 继承的方式来做 不对 本质上来讲我们交给神 那有人说我孩子夭折了怎么办 他会不会上天堂 因为受洗就一定上天堂了 未必嘛 一个婴儿将来怎么样 交给主嘛 我们神是满有慈悲的 满有怜悯的 满有公义圣洁的 他不会犯错误 我们不能够替代他判断 一个婴儿夭折 是不是到主那一定到哪里去 但是我因为对主有信心 我相信我的主不会做错事 因此我很安心的把这样的状况 交给主嘛 不必我们自己伸手去帮神做一些事情 结果把真理扭去了 那是不需要的 所以对于洗礼的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看见 也盼望所有的朋友对方们的了解 那么对于基督信仰的第二个圣礼 我们叫做圣餐 圣餐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 圣餐为什么要进行 有很多人讲说为什么要来吃 这个吃个饼 喝那个葡萄汁有什么意义 当然在中世纪的教会 有人都认为说 吃了那个饼就变成耶稣的身体了 喝了那个杯就是耶稣的血就变成了 这样特别有属灵的能力 真的有吗 属灵的能力不在于吃那个饼喝那个杯 属灵的能力在于你愿不愿意遵行神的话 你的身影愿不愿意更新 那才是重点 以为我们吃一个饼喝一个杯 我们就会可以super power 跟电动玩具一样 拿一个什么宝物你的能力就很强 不是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圣餐的意义是什么 圣餐主耶稣吩咐嘛 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嘛 主耶稣吩咐我们这样子 目的是什么 纪念祂的死 借着圣餐来纪念主耶稣死 主耶稣为什么死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去死 主耶稣去执行神对人的爱 为我们去死 纪念祂的死是什么意思 借着饼 祂的身体为我们剥开 借着杯好像祂的血为我们流出 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活在旧人里面 从今而后我们应该 祂为我死我为祂活 圣餐最主要的意义是提醒每个基督徒 我们是被祂用重价买回来的 因此在有限的今生 我们不要再活在老我活在罪里面 活在自我里面 活到神要我们做的那个新造的人里面 天天躲下旧人穿上新面 这是圣餐的意义 每当我们吃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主为我们死 主为什么为我们死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 那是神爱我们的那个方式 那神怎么爱我们的方式呢 神爱我们的方式不是像有一些宗教的 宗教所主张的 哦 我有困难给我解决 我生病给我医病 我买股票没赚钱 他让我赚钱 不是这种肤浅的这种环境上的层次 神爱我们的方法 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再活在罪里面 让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东西 让我们不要在那个老我的生命 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 重新回到 以佛所处里面 我们是按着神的真理和仁义圣洁的 那个品格出来 让我们像一个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得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得救的过程 那这样的情况下 人有的时候 我们信主了 那一刻很高兴 我们有的很感动 可是人的感觉 人的感动 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变质 可能会淡掉了 上帝设立这个圣灵 每隔一段时间就提醒我们 就提醒我们 所以这个圣灵 其实很重要 也就是神所吩咐的 为什么要吃圣灵 因为神吩咐的 你称祂为主 祂吩咐 而这个吩咐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去了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就讲说 那有些人他很想参加这个圣灵圣礼 那我没信主 我也想来领圣灵 也想喝什么 一般教会都会拒绝的 为什么 你都不称祂为主 你也不知道圣灵 这个饼跟杯的意义 你领那个饼跟杯 意思是什么 你以为吃了那个饼 喝了那个杯 你做事情就顺利了 主耶稣就要赐福你 那把神偶像化不对嘛 那有些人走在另外一个 一个极端里面来讲说 那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呢 我已经信主了 觉着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受洗才洗呢 我刚刚讲 受洗也是神的吩咐 受洗也让教会 在执行圣礼的时候更知道说 哦 你跟我是同样的一个 在主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来做 你不受洗你也没有觉得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 主有这样吩咐 我们不要在主的吩咐以外 自己走在自己里面 那不是一个健康的 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 表现的方式 我们透过这个方式 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那是没的 当然还有一个处境里面 我们要去聊天 有些人就讲说 那既然圣餐这么重要 时常提醒我们 我们干脆每天嘛 对不对 以色列人在旷野 每天都有马拉降下来最好 有没有一些教会是每天破饼呢 有啊 初期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天天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 天天破饼分杯 那是可以的 那随着教会的一个发展情况之下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礼拜 有的人是每个礼拜 有的人是每个月 那当然我们从今天角度来看 每个月来提醒自己一次 从教会里面的这些传统 我注意我讲的是传统不是真理 在教会的传统里面 那应该是最大的容忍度 超过一个月 半年才一次 一年才一次 但是那个提醒的效用没有了 那个纪念的心没有了嘛 你说我要每周 没人反对 那我每天也蛮好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有困难嘛 初期教会大家住在一起 反目公用 你要每天有它的客观条件 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里面 在这个经济发达社会里面 个人都善爱 你要每天聚在一起 拨饼不容易啊 是不是 那你说那我们至少每个礼拜天 我们都来 没有人意见反对你 你如果要每周这样做 也没有也不会是错误的 因为圣经 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到底多久执行一次圣餐 那么现在比较多的教会 就是每个月一次 做个提醒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所以这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问题说的 我当时每天呢 每周还是每个月呢 在这个问题上面去争论 其实那个没有太大意义 要最重要的是说 当你执行这个圣餐的时候 有没有达到圣餐的目的 圣餐的目的是什么 圣餐的目的是我们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 那你领受圣餐之后怎么样 因为他为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应当靠着主 活出行刀的样子 怎么靠法呢 他为我们死 完成救恩 我们铺平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道路 然后他拆遣 圣子与圣父 拆遣圣灵来到 每一个属乎神的儿人的行动 我们天天学习怎么样 操练自己顺服圣灵 我们有一本圣经 大家好好的读圣经 明白属灵的原则 这里面的属灵的原则 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 我们不再是跟着世界走 不像有些人错误的讲 圣经应该与时俱进 跟着时代来改变 他没有弄清楚 到底哪个是标准 是风俗也好 是传统也好 是潮流也好 还是圣经是超越时空的真理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认知啊 所以 当你领受圣灾的时候 提醒自己 我是一个蒙恩得救 重生的人 我应该活出新生的样子 好 所以有圣经的原则导音 有圣灵的感动 我天天的祷告来 亲近神 让神跟我圣灵回应 你就活在主的光中了 这样子的基督徒 可以在这个世代 为主活出光严的生命 而你在这个世代里面 所做的一切 基督台前主都纪念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世上活出 龙美的那个生命来 其实我们也要知道 当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你要按着圣经整理而活 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世界排斥你 用各样的方法污蔑你 彼得苏星里面 他们就攻击你 这个世界里面来讲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的 不单单不接受 还打击 这一切 借着每一次 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 领受圣灵 提醒我们 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我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的生活动作存留 有没有按着圣经的原则 是不是我走偏呢 借着圣灵提醒我 走回来 圣灵老早在生命里面 圣经老早已经 启示完全 我赶快走回来 好像旧约的时代的时候 旧约的时候先知初来讲 回转吧 回转吧 其实每一次的圣灵 都给我们一个提醒 如果我们走偏了 我们要回转 如果我们行在神的光中 要感恩 基督徒永远要存着一个 谦卑感恩的心 赞美神 感谢主 我如今能够走在光中 都是你为我成就的 这样子的那样子的圣灵遗事 才有意义嘛 那当然还有一些人 有一些争辩啊 就是说圣餐 是不是一定要用 吴啸饼 是不是一定要用葡萄汁 有一些比较新进的一些 一些教会会讲说 我可不可以用 用麦当劳的那个汉堡 我可不可以用苦口口乐代替 这些问题的辩论 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们对于主耶稣 吩咐给我们的这个起 又作为一种预表之的作为 有没有一个更谨慎的心 你说这个预备 吴啸饼葡萄汁很困难吗 不会嘛 那他们的预表性很强没有 很强很强很强 强调嘛 但是你如果说 我用麦当劳的那个汉堡 用那个口口可乐 这个预表性不是那么那么强 你说不要种这些预表 我们主要是纪念主为我死 我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来讲 如果你可行 为什么一定要变得这种怪怪的嘛 这不是说 我很自由 或者这样说 在自由的背后 不要忘记了 敬钱的重要性 今天有的时候 基督徒过分的强调 好像属灵的自由 到最后让敬钱没有 我们还在认识 主耶稣为我们死耶 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一件何等伟大的事情 你用汉堡跟口口可乐 就给它解决了 那不好 那你说 今天我们出到外面 真的没有什么机会 我们出去旅游 没有什么机会 准备这个 那到时候只有一个 那我们祝福祷告完之后 代表了那个预表的意义来进行 我觉得主的怜悯 主不会跟我们计较 但是我们最好自己多做点准备嘛 你为什么说到了最后一刻 都没有办法采用的方法提醒 你也会觉得说 寇牧师啊你不要强求嘛 我们至少还做嘛 有的人连做都不做 向上比不要向下比 往上做得更好 我觉得那是更美的 这是一个 那有人讲说 是不是一定要礼拜天呢 我礼拜三可不可以 礼拜二可不可以 我觉得这也是一些 次要的问题啊 重点是几年 不会放在礼拜天 礼拜天七日 头一日是主复活的日子 在那个日子里 我们看一看 更能够感受到 主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完成 因此当你执行这个胜利的时候 你就更能够完成 这一部分的这种 预表的功能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提醒 你说你一定要很很很 每一天都一样 不要像好像保罗在 罗马说的明天 日日都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非要在礼拜天 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也不能够说你绝对的错 但是我觉得那些的 预表的意义 就没有礼拜天那么的强劲 不过总之呢 不论是受洗也好 圣灾也好 是基督教现在两个圣礼 那有人也会讲他说 为什么基督教只有两个啊 天主教有七个耶 为什么你们只有两个啊 谁跟你讲可以把那五个删掉 我倒过来讲过一句说 按照圣经 只有这两个礼 圣经要我们纪念 天主教所主张的七个礼 有五个礼 圣经里面没有 人在教会传统里面 自己研发出来的 我们是回到圣经里面 圣经只有这两个礼 其他的没有看见 什么摩游礼了 奸证礼了 婴儿洗了 没看见 但是从这里面 我们到时候很清楚的 可以看见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吧 这两个礼 从一个角度来看 是圣礼 但是请记住 基督的信仰 不是一个仪式化的宗教 每一个圣礼的背后 更重要的是 当你执行这个圣礼的时候 他所表彰的 他要启示的 那个真理是什么 在那个真理里面 我们因着执行圣礼 而被神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更新的建造 所以巴不得 我们这一刻的分享 也让基督徒 或者莫大的朋友 你更明白 当基督的教会 执行这些圣礼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 不要把神偶像话 神所定规的这些礼仪 都有他背后 有很清楚的 属灵的意义 这些意义 才是建造 不是说我受个喜 我信不信也不知道 将来就上天堂 没有一个 那样的糊涂的神 也不是说 我的生命都不改变 我吃个饼 喝个杯 我的属灵灵力就爆章 那小说看多了 了解他背后的意义 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必定在神的应许里面 领受神的赐福 愿上帝借着祂的真理 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祝福